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時時入客 笑得很尷尬欸林家長 因為他忘記帶金門公堂給我們吃 我今天早上沒有吃飯就等著吃你的公堂 天自備的公堂 我現在血糖降低了 我也是有點血糖不足了 偷暈了 今天就要在搖搖晃晃中開始 好啦 歡迎你來到這個現場 你從去金門到現在這個 又去了香港 對齁 是啊 好奇怪喔 今年一馬心動 不是紅鸞心動 是啊 一馬心動 沒事啊 因為今天有幾個很不錯的體驗 真的嗎 真的 我看 是啊 因為我上個禮拜在台灣吃到了一間 很好吃的牛肉麵 是 然後還有一些香港的三個 這一次 因為香港大家都很常去嘛 這一次有三個不同的感受 要跟大家分享 你在台灣講好吃的牛肉麵 在台灣牛肉麵專家 這個 隨便一打就是那個 是啊 街上就是一百個 沒錯 那因為這個我做了功課 而且有個恩怨 這個等於是 也不算是豪門啦 有分家恩怨的一個故事 那我覺得很精彩 那一定是什麼姐姐開在這裡 弟弟開在那裡 更精彩 是先生開在那裡 太太開在這裡 比以前芒果拼拼拼拼拼拼拼 是啊 呃 大家記得在金華街之前有個華光社區嗎 後來因為要盖一個政府的案子 那間我也吃過咧 它叫料加牛肉麵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吃了 它是清頓口味 然後味道非常的濃郁 整條街都瀰漫它的香味 那因為華光社區的搬遷 所以它自然也搬离了 但離本店 本来在这个金华街 跟这个杭州南路口那附近 那永远都是有人在排队的 他现在搬到金华街 比较靠近金山南路的那一头 真的谢谢你提供了这个线索 因为前阵子还有朋友在问说 这个Iblondoron的这一家 他本来在伪装建筑里面 没错没错 就在华光社区那个角落 原来他也在附近 是也在附近 那但是老公跟太太好像一点失事分开了 这个国家拆了一个卫生建筑 然后会员也拆散了吗 那我两间店还特别都去吃了一趟 你的意思是先生太太各开一间 也都叫廖家牛肉面 那怎么分呢 其实风格也很像 然后但是有几个比较有趣的 我们现在讲 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一间仍然在金华街 你的意思就是原来的关华社区的廖家牛肉面 现在夫妻各开一家 对 金华街跟中原街 中原街是在民生西路那里 对 库库姐好厉害 我这还是Google才Google到的地点 你不是在西区长发的吗 是啊 可是它是比较靠近文珠公的附近 对没错 民生西路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因为我在两间店都吃到了很 很美味的牛肉面 是吗 两间的汤头 你小心我们听众真的是很多牛肉面专家 他们一定会给你PK的 因为这个完全不涉及广告 是我个人的一个品尝的结果 但是牛肉是哪里的 都是台湾的 真的啊 他们一直坚持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台湾牛也不见得都是最优的 对对对 但最有趣的是 这两间现在风格开始慢慢产生一个质变了 为什么 那太太主导的精华街料加牛肉面 还是走本来的一个风格 很浓郁的汤头 然后这个很漂亮的高丽 这个空心菜在上面 然后很美味的豆干 中间有气孔的 所以这个非常入味的 然后它的乳菜 就是豆干比较好 那其他我认为一般般 那但先生在这个独立再创业之后 推出了几个新的东西 大家值得尝试 而且对Coco姐来讲 可能会很有魅力 为什么 胶原蛋白的大集合呢 是的 我在那里吃到了几个很厉害的东西 Coco姐知道月亮是什么吗 月亮 对 月亮就是梦 我可以讲 这个老板的老板的人笑话 月亮不是淡淡吗 月亮它不是啦 我想吃蛋啊 我们通常那个 荷包蛋的蛋 放上面一个月亮 我想说一大早怎么尺度这么宽 害我紧张了一下 这也我风格啦 因为我没有吃到贡糖线 血糖太低了 已经快昏倒了 只好讲王宿笑话 廖老板都会说月亮就是太阳的老婆啊 没有 但是它其实月亮是牛的这个半月软骨 这是很特殊的部位 半月是膝盖啊 膝盖那附近的 所以它的胶子 我觉得人好可怕 把人家牛从眼睛吃到脚指头 没有 其实就是反正天生万物一样 人无优以为 反正人就是要好好赶个脑油 那吃了半月 那那个胶原蛋白很多 那不得了 那我膝盖就会更坚强 还有牛 踢人就比较痛 还有牛尾巴 哦 这几个卤味是 半月牛尾巴 还有牛舌 牛舌 这三宝是廖老板现在努力推出的珍稀之物 真的啊 我的身边朋友很多人是廖家牛肉面的粉丝 我问你哦 那姓廖的是先生还是太太 是先生是先生 他们男方的 对男方 但是因为两个儿子都去帮老婆了 所以那也姓廖啊 正常嘛 你们男性 你们男的通常都是被儿子抛击的 耶耶耶 所以两间都姓廖也没错嘛 廖二代跟廖一代 对对对 那什么关系呢 这很有趣 那但是两间风格越来会越有差异 什么意思 那廖老爸 他不好好的收摊了 让他儿子一个人发扬光大 他还自己去搞那个教育 所以离庭远的啊 我觉得挺好的啊 大家各有一片天 因为牛肉面可能是比较不容易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一个在西区一个在比较 可能他们讲好的经典的东西给那个儿子 然后爸爸就搞一个创新 然后爸爸还弄了台式的牛肉汤 就是那种台南那种 哦清的啊 用烫的牛肉汤 所以你刚刚讲的半月是 在中原街卤菜啊 卤菜哦 那可以吃吗 我很惊讶 我后来有一个私人的一个品尝的一个版本 我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到廖家牛肉面 你不用吃牛肉面 你吃牛肉汤面 然后吃配卤味 我跟你讲 这会perfect 今天下午刚好有个机会要带父亲 去试试看 可是我已经讲好要去吃蔡玉成那个什么浪漫满屋 我再不去 可妈会被她绑架去 叫她送来 卖鱼饭送来就不好吃了 蔡姐那还不错 我还特别去了两次 她卖鱼品质非常好 我问你啊 那天津街的那个卖鱼饭已经变成 你介绍过吗 对啊 三街嘛 冰松屋 京都屋 肥浅屋 肥浅屋 那已经变成一个大战场地了 因为蔡姐这次找到了源头嘛 她的partner 就是肥浅屋啊 卖鱼协会的理事长 哦是吗 所以她的卖鱼品质 其实目前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稳定 哦是哦 饭可以再加强一点 哈哈哈哈 饭她用的不是池上米吗 我不知道细节啊 但那天吃到饭有点过软 我还是喜欢硬一点 好慢慢的给它改善 但是廖家牛肉面 你的意思就是说 吃这个 嗯 呃廖家的太太二代的 嗯 红烧的经典的 她没有红烧了 她都是清炖的 她说的都是清炖的牛肉面 对 然后到那个先生的 吃卤味 尿老爸 孤独的尿老爸 是 真的挺孤独 她要胶原蛋白 恢复青春 变美魔男 她在那里非常的 好可爱 呃非常就是一个人的背影 我看了都有点心酸 你说在恩主公后面吗 就是靠 就名声跟松江路那里 哦好 再一站就到恩主公 我觉得也不错呀 大家重新创业啊 是啊 就是各自的开 所以说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但是都有一碗好吃的面 你意思就是吃牛肉汤面那边 然后再吃这些乳味 她的乳味 我跟你讲 她的乳味真的是我现在 到现在嘴巴都还会有胶质的那种感觉 嗯 真的 然后那个有牛 她没有洞洞牛肉干 哎呦洞洞不可以乱讲哦 然后她她有豆干啦 但是没有像本来廖家的那么 那么多洞洞 那但是她真的牛舌还有牛尾巴 还有这个刚刚讲的月亮 这卤味三宝 是我强力推荐给大家 那我礼拜六要跟朋友聚餐可以去吃 可是聚餐 对对对 这样子很好 你什么意思 我没那么样的那个 不是 我们都吃小吃 但我们要working stay 哎是是是是 重点就是那里不太适合酒做 就吃完了 吃完了就走了 然后去换了 一定有星巴克啊什么玩意儿 有 就正好在民生跟松江路口就是星巴克了 对啊对啊 太好了 是 怎么今天又帮星巴克又帮浪漫漫 我们呢 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正通人和的一个节目 是是是 嗯靠着吃 我们就吃遍天下 没错 都被你害得吃胖了 我们继续 今天只有这个主题之外 还有别的主题 香港 林家长很奇怪 他早上都很早去机场 是 然后可是我都有一个礼拜准时看到他 我真的很怀疑他是不是以前电影里面也那个超人呢 是 7点42分 啊59秒了我马上回来看到家长就不生气了 否则我好生气 我昨天被一个人骂说是我是玉嘴 玉是性玉那个玉 你说一个男人讲周玉克是玉嘴 No good 坏坏 性别歧视 他如果是连阵营的人的话呢 嗯要要修正一下跟可可姐道个歉 据咪一下 可以开记者会吧 对对对 我现在正在请修成平 这个小侦探帮我查一下这个IP是谁的 乡民们也请你帮我主持正义啊 马上回来呀 我请你们吃牛肉面空中的 嗯 没该回来 欢迎收听 可可早餐 好七点四八分零五秒 胶原蛋白很重要哦 嗯 这是维护皮肤的最好的方法 哎我真的发誓是这样 真的啊 天然的天然的雄后 天然的雄后 对 好这个是廖家牛肉面那个 这个故事很棒 关华这个社区被拆掉之后的 金华街跟中原街 够有支持者 有 太太在金华街 先生在中原街 不过呢 太太带着儿子 或者这只是 你知道像澳门的那个蛋台 有马克力特跟那个 罗 应该是这个王子吗 是是是是 两个人的 通常都是这样 什么东京卓宇也这样 卖芒果冰也这样 是啊 赚了钱 对啊 这样子事业一片天 是了 那另外你 香港 你就把那个 贡堂 你欠我贡堂这件事 没事 逃过去了吗 没有我准备好下礼拜再来 或下午请助理送来 贡堂已经不好吃了 我要吃新鲜的 贡堂有保存期限 一个礼拜 我们那个 其一 他也有跟你们 有啊 其一很棒 那天听他的广播 对对对 金门其实是一个 可以好好发展的 没错 去有经贸区 你知道吗 而且特别 我跟他简单报价 只要有一天 金下大桥如果订 对啊 那边发展成为 那可就不得了 那边发展成为 就是 免税区嘛 那个 现在已经就两大免税店 都去进铸了 他们就是看到 未来的商机嘛 那这个我们将来再说 跟着 跟着蝴蝶走 就会找到花朵 对哦 那你自己变成一只蝴蝶 就有花 就变成花朵 就有蝴蝶来 对啊 可是如果跟着苍蝇走 就会找到厕所 对 所以你要跟对东西 厕所也蛮重要 厕所要上厕所 是啊 吹花两片赶快来啦 好啦 香港这一次又有一些 很新的体会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了这一次 大家都知道 中环的酒技牛腩 啊 对啊 但是这一次 在廖家牛肉面 我们衍生出来 家昌吃到比酒技牛腩 更好吃的牛腩 在天后 下一站天后的天后 对 其实就是在港岛 那接下来就是从 中环 金中 湾仔 铜锣湾的下一站 就是天后 哦就是你的意思 在香港 香港你反正坐监狱 就那几条线 对对对 你看就是天后 是 那天后站一出来之后 我告诉大家 那里真的是美食的天堂 那我问了几个 在地的香港朋友 他们告诉我 其实就是现在台湾 也在发生的事情 在香港三四年前 这样子一路以来 已经发生到现在 就是店租越来越贵了 所以说好吃的小吃 或什么又 要么就是往越高楼层 去发展 要么就是躲到一些 比较后面的地方 所以天后现在是知名的 很多非常美味小吃的 集中的地方 那天后地铁站一出来 有两间很棒的牛腩店 一间叫华姐清汤南 一间叫大力清汤南 就在隔壁而已 那我在华姐清汤南吃到了 比酒精牛腩 更让我回味无求的 华姐就是那个电影 那个叫陶姐 那叫陶姐 刘德华的华姐 是是是 那华姐 那非常好吃 就在天后站一出来 那我个人的排名 华姐比大力好吃 那大力还比酒精好吃 所以大家以后 可以不用去中环排队了 直接去吃这个天后的 而且天后真的是小吃街 有很多的很棒的老字号的小吃 在香港随便捞一间店 其实也不会坏吃 但那里就是不是卖给观光客 也不是很贵啊 像很多铜锣湾啊 或者是那种尖沙嘴 这种观光客多的地方 都有太多的店 是完全是佛观光客的 因为观光客多品质难保证 没错 那因为观光客吃一次就走嘛 所以他们不用经营 只剩六分钟 不想插嘴了 那第二个是在这一次 加昌在这个中环上班的 金融业好友的带领之下 吃到了最好吃的包仔饭 我非常的惊讶 它是在上环的永和城 它是一间非常非常 完全没有装潢的店 然后我是上午十点多去吃的 那那个时候鸡肠鹿鹿 那就非常很想吃个好东西 那我朋友交代 我说一定要耐心的等候 现点现做的包仔饭 我跟你讲 当那个砂锅一端上桌的时候 那个香气跟那个最后吃入口的滋味 会让你觉得所有的等待 通通都值得 但不是通常这种等待 旁边有一个美丽的辣妹 恐怕是更好的 这段林家昌并没有这个 但是在上桌之前 其实我是先吃了其他 它有名的几道菜 上环其实很多很好 很便宜的那个茶餐厅 这个永和城 永和城 价格如何 也是一般般而已 哦好 永远的永和做的合成功的城 你也是在上环下了地铁 查一查就知道 因为主要我们是 我金融业都在中环跟上环边 对啊 走过去就到了 就走过去就可以到了 好 那我这次也是去办点事 所以说正好去这个推荐 真的吗 那个包仔饭 我跟大家讲绝对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一定是真正有那种过期 最近正想去香港看看他们的 肯定要去的 去运辱可 对啊 我那天来就是罢客的第一天啊 对啊 我待在那里本来要去中大的 可是他们说嗯也也也也没有那么激烈的活动 就是大家坐在那里而已啊 对 那永和城香港的餐厅 他们会不会说送一些点心啊 给罢客学生 香港人大家不玩这一样 香港可能比较务实一点 如果学生的视力越来越强就可能 不像我们鼎泰峰老板 哈哈哈 凯达克兰大套都可以吃到我们家包子 好辣这个下面有个你的私人菜单 对 也是香港哦 没有也是永和城有几个很好吃的东西 包括了当然他的奶茶是很棒的 也是现点现做现滑的 所以非常的浓郁 然后另外他有一个很厉害的 叫做雪菜米通粉 那大家知道通粉是什么吗 可可姐 其实就是通心粉 香港人很爱吃的 意大利人的 小小的那个弯弯的 那中间空的那个 那就是意大利的面 是是是 可是香港人早餐很爱吃那个东西 对对对 他们把它举起来这样子 对或者是弄成汤类 那他有米通粉是用米去做的 有点像我们的米线 但是他做成那个形状 那他的雪菜肉是非常的好吃 然后还有他的蛋制 也就是鸡蛋三明治 他的蛋也非常的好吃 所以推荐给大家 他那里其实 鸡蛋三明治要好吃不简单哦 蛋非常的滑蛋非常好吃 我很喜欢 那最后要跟大家讲 是这一次我又吃到了 非常好吃的菠萝油 那大家都知道 奶茶加上冰火菠萝油 是港点最 在香港最好的下午茶 那这一次我特别去吃了 两间不同的菠萝包 一间是上次跟大家介绍过的 在湾仔的金凤茶餐厅 他是老字号的 那他的这个菠萝包的出炉时间 每次都是大排长龙 那我一去他一看到我 他就说 哎你这个蛋塔 因为他有卖蛋塔 我要买蛋塔 他就说蛋塔带回台湾不好吃 要限制 非常体贴的一个老板娘 但他的菠萝包非常非常的好吃 也能够带回台湾 就是菠萝里面呢 有放一块那个 安家奶油 一大片的 是 然后另外这一次我吃的是 吃到另外一间比较特别的 也是我目前认为是第一名的 就在旺角跟太子中间的精华冰厅 它是一间非常老字号的茶餐厅 那他的菠萝包也是同样 每次一出炉就所有人满为患 他们都自己做对不对 自己做 台湾的茶餐厅也是自己做吗 有几间是 对因为其实他们其实香港餐餐厅都非常厉害是 第一个是会很快 你点完餐大概30秒东西就来了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然后第二个是他都有自己的小小烤炉 所以说他的蛋塔 他的面包 他的菠萝包都会是现场现场 限制自己做好了 然后立刻烤的 没错 所以他说他有一个人满出炉 问题是你去香港多久啊这一次 两天一夜而已 两天一夜你一天吃八餐吗 没有没有啊 我刚也讲了三餐而已 一天顶多吃四餐嘛 下次华航回来要量体重 你知道吗 我看样子我可能要行李少拿一点 以后的量法应该是人家行李的重量 现在他们 而不是人的重量啊 他好像我昨天看那个TVBS新闻台 是 独家 我也拿上飞机要拿那个行李跟人家量 对对对对 那好多人好气 如果是我 你只要说是行李重就好了 我拧了 推给行李就好了 我拧了不上飞机了 我也不要被量 不过这个家常看到他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他都是出去考察这个 真的真的 是 我怀疑你香港是不是有什么红粉资金 没有没有 怎么老去香港呢 最近因为要查税了 所以香港肯定要去开户的 这个追查这个各种不明的财物 是 这个也是林家昌的侦探业务之一 是 谢谢林家昌 我们去吃胶原蛋白质 谢谢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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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